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拥有着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 然而不久之后 史宾赛接到了美国航天总局的紧急任务 要他立刻前往太空抢修一颗故障卫星 可没想到原本简单的任务却在关键时刻出现了差错 卫星意外发生了爆炸 史宾赛与搭档因此与地球指挥部失联了整整两分钟 事故发生后 两人奇迹般地躲过了劫难 并平安返回了地球 在经过了争纷夺秒的抢救之后 他们的身体都逐渐恢复了健康 只有一点很奇怪 那就是二人都不约而同地 选择对神秘两分钟里发生的事情绝口不提 即使是面对自己最爱的人 他们也依然守口如瓶 没过多久 史宾赛主动请求辞去了宇航员的工作 转而前往薪酬分后的火箭设计部任职 吉利安虽然对丈夫这一反常的行为感到不解 但最终还是决定随他一同搬去了曼哈顿的豪华公寓 准备开始新生活 临行前朋友们为史宾赛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告别派对 但意外的是 史宾赛的搭档竟然在派对过程中与妻子发生了争吵 并在一阵情绪激动后暴毙身亡 在搭档的葬礼上 吉利安见到了他的遗孀 神情憔悴的对方告诉吉利安 丈夫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一直行为异常 他总是一个人通过无线电与不知名的频道交流 并且说的全是不知所云的奇怪话语 恍惚间 他还不停地告诉吉利安 有东西躲进了自己的身体里 如此诡异的场景 不免令吉利安感到有些害怕 而更加恐怖的是 就在这天夜里 搭档一双就用导电装置自杀身亡了 不安的吉利安再次向丈夫问起了太空中那神秘的两分钟 可丈夫依旧敷衍几句 并未告诉他任何信息 就这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 吉利安也逐渐察觉出了史宾赛的变化 他发现丈夫正在帮新公司研制一款超声波战斗机 并且时常还会在深夜里 独自一人对着无线电自言自语 与此同时 吉利安自己的身心状态也受到了影响 他开始不断做着各种噩梦 甚至还会经常被一些黑暗狂躁的臆想困扰 冥冥之中 一种强烈的本能直觉告诉他 身边的丈夫似乎早已不是他熟知的史宾赛 不久之后 吉利安惊讶地发现自己怀上了双胞胎 这不由地让他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可是随着自己肚子里的胎儿一天天长大 他心头的不安却与日俱增 但遗憾的是 包括医生在内的所有人 都认为这只是吉利安的产前抑郁 没必要大惊小怪 这天 吉利安独自一人在商场逛街 偶遇了一个曾在太空总署就职的男人 此人声称自己经过各种细致的调查 已经弄清了一切怪事背后的真相 他告诉吉利安 当初史宾赛搭档的遗双在临死之前 同样身怀双胞胎 另外 他通过一段隐藏在史宾赛宇航服中的录音 判断出了在那两分钟里 史宾赛和搭档一定同时遭遇了极其可怕的袭击 并且很有可能已经因此殉职 而眼下生活在史宾赛体内的恐怕另有其人 可怕的真相令吉利安感到难以置信 但在冷静了一段时间后 他还是想方设法再次约见了那个男人 经过了种种风波 吉利安拿到了那个男人的一段视频 通过视频中的内容 吉利安得知 当时袭击丈夫的十有八九 是企图侵略地球的外星生命 外星人通过史宾赛将自己的种族 蔓延进了吉利安的身体 并打算将来由这两个全新的太空异种 操控超音波战斗机向地球发起攻击 随后 吉利安想用打胎药杀死肚子里的外星人 却不料外星人竟能直接感知他的想法 两个胎儿故意制造了巨大的疼痛 阻止了打胎行为 而就在此时 被外星人附身了的史宾赛也赶回家中 粗鲁地殴打了吉利安 不甘心的吉利安决定放手一搏 他用大量自来水覆盖了客厅的地板 并在史宾赛回到家中的时候 勇敢地接通了导电装置 当场将早已丧失了灵魂的史宾赛 垫瘫在地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为了活命 幻影般的外星人竟在最后一刻 冲出了史宾赛的身体 并猛地一下附身在吉利安体内 多年之后 为外星生命占据了身体的吉利安 嫁给了一名英俊的空军士兵 而那对使命重大的双胞胎男孩 也已经顺利降生病长大 他们的耳机中 时常会传来奇怪的噪音 吉利安知道 一场足以毁灭地球的战争 正在悄悄酝 这个故事来自电影 太空一种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儿 喜欢我的亲 不要忘记关注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